你们就先住下吧 等风头过了再早不迟 我去备些韭菜来 伯父 不用了吧 家里没酒了 我去打些酒来 伯父 怎么 有什么事吗 没有酒也行 就别出去了 没关系 你们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啊 木德 你看 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担心了 公台 你听 是什么声音 门关好了吗 别人都跑了 快快准备绳索 绑起来就动手 好个鲁伯舍子 外君子那一小人 他又害了 怎么办 事到如今 先下手为强 原来 他们说的是 是 是杀猪啊 这 这可怎么办呢 人家是为我们烧水做饭 带入冰棚 我们去 杀猪啊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啊 伯父 我们打算 这就到沉流 去找我的父亲 哎呀 找什么急呀 你看 我刚打得好久 还有啊 我让家里人 给你们杀了一头猪 哈哈哈哈 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哦 伯父 我是官府 集拿的药犯 怕给你带来不便 哎 咱们是自家人 你太客气了 不了不了 我担心父亲 我还是 这就回去吧 哎呀 那好吧 那你们可要小心呐 嗯 告辞了 伯父 您老慢 怎么了 忘了什么 你去哪儿 老伯 老伯 你别走 你跟我说清楚 公开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 给波蛇回去 看到他全家被杀 岂肯善罢甘休 一定会评告官府 捉拿我们的陶操 曹梦德 方才在李家 我们杀了人家全家 那是误杀 如今你为了自己逃命 杀了老伯 你这就是谋杀 你知道吗 公开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 我不杀他 日后 他就会杀我 他杀你也是应该的 你这样做 跟他禽兽部属的董卓 有何区别 成功啊 我今天如此狠毒 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天下 不要照面了 拍拍你的良心 你可对得起 吕波蛇老伯 我 你的心难道让狗吃了 宁可我赴天下人 休要天下人复活 民工哀声叹气 可是因为方才练兵 军士们表现不好 不是 我的军兵人人奋勇 个个争先 可是 就算我有天兵天将 恐怕也没有用武之地 何以见得 这还用问 民工息怒啊 我袁绍 人在渤海 心系京城 我已经给司徒王允 写了三封信 如有时机 我愿发兵与王允 离英外河 共破斗罪 可是 这老司徒 真对得起我 连个口信都不曾烧毁 真让人琢磨不透 明工多虑了 老司徒 乃我朝忠臣 将军不必怀疑 司徒身在京城 处处都是 懂贼的耳目 近日 我又听闻 曹操 行伺 董卓不成 逃亡在外 想必现在的京城 草木皆兵 司徒 怎敢轻举妄动啊 哦 民工不必着急 只需好好练兵 养精蓄锐 待时机成熟 司徒发信之日 正是您 进京之时 孟多 你怎么了 公台 我们行走医 我越想越觉得 对不住我的老婆呀 有到时 亦是不杀无辜 我不但误杀人一家 还亲手 将吕伯父杀死 我这样做 真是禽手不如啊 九泉之下 我对不起伯父啊 小心 孟多 你别这样 你志在天下 何必拘你小节呢 二位客官 欢迎欢迎啊 您是打劲啊 还是住店呢 快请快请 本店呢 什么都有 你快请进吧 有什么现成的吃的吗 太有了 南北大菜 我们是应有尽有 不必那么麻烦 你就给我准备点小菜 我们自己有干粮 嗯 这 这 好的 宁可我父天下人 就要天下人复活 小二 你这里能买到什么忌品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不要多问 这是钱 记住 不要和任何人说 知道了 你快去吧 哎 将军 将军 哎 吕将军请 大人 吕布将军求见 哈哈哈哈哈哈 司徒大人 一向可好啊 原来是将军驾到啊 还礼还礼 司徒大人 听说您前几天过寿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哎 什么过寿不过寿的 行 不过是请几位老友叙叙旧罢了 实在不敢劳烦丞相和将军啊 哦 大人太客气了 大人可曾听说近日有人以献刀为名 到丞相府前去行寺 真是胆大妄为 什么 有这等事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敢去行寺丞相 大人不知道吗 就是那萧继校尉曹操 曹梦德 曹操 我可听说 曹操也曾参加您的寿礼哦 哎呀 真没想到 这曹操原来是这等不忠不义之人啊 我原以为丞相待曹操不送 便以为他是个君 谁知他居然恩将仇报 实在可恨 来 将军请坐 看来 大人是不知此事了 将军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若知道 早叫人把他捉了 谢你将军了 大人放心 丞相已经命人发下海埔公文 各州城府县都在缉拿曹操 哦 那就好 太不像话了 呃 将军今天来 就是跟我说这事吗 啊 丞相说了 最近朝廷不太平 因此 特意让我为朝中大臣 每家安排二十名侍卫 以保护各位的安全 哎呀 奉献将军 请你转告丞相 就是老臣 感谢丞相一片苦心 改日必当登门拜谢 好 如此 末将告辞了 恕不远送 请 我曹操遂以天下为己任 御楚董卓 依旧苍生 没丞相 却误杀了老伯一家 我更对不起的是老伯您啊 曹操 即便杀了董卓 接救了天下 却不能接救您呢 我算什么忠义之人 我不该杀你啊 奸贼未除却先害了伯父 曹操 真是没用啊 不可 孟德 你这是干嘛呀 勾台 大义是义 小义 也是义 我思来想去 朕不知 该何去何从啊 哎 孟德呀 你看看你 我说了你两句 你还真往心里头去了 虽然说你杀了吕博蛇一家 确实可恨 可你不能死啊 还得好好活着 召集诸侯 共讨董贼 才是上策 你要一死 谁来讨伐董卓 你心怀大义 又如何实现 你必须得活着 公太 毕竟 你是个明白人 若不是你在一旁提醒我 我险些自强 误了天下大事啊 哎 公太 你可知我用心良苦 我错杀吕博蛇 于心难安 然而我实属无奈 未讨董贼 从此 你我不可再相互猜忌 可否 好 绝不猜忌 拿酒来 拿酒 公太 你我畅颖一番 过去的事 就忘了吧 孟德啊 我陈公本以为你是个义士 我器官不作 抛家舍业追随于你啊 没想到你是个如此狠毒之人 啊 哈哈哈哈 如今我也与你同罪了 你 你害我不前啊 凡事不可书生气 董贼狠毒 吴等 比他狠毒 董贼奸证 吴等 得比他更奸证 不然 咱取董贼性命 孟德 我当然知道要杀老贼 只能靠屠刀 只是你这屠刀不止杀相 也指向你的恩神 我怕说不准哪天啊 你的刀 要害我成功的性命啊 哈哈哈哈 公太 你多虑了 此乃 我家传玉佩 价值连城 今天 我就送与公太 往事 千年 匆匆过 匆匆过 英雄 故事 一篇篇 有志 温少 其中为 千年 情聚 屁度 五千年 潮起潮落 花又开 冬去春来 天安非夜 恩愛愛情侶知多少 留下情緒在人間 天安 comm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